24小时不能触碰到同一种颜色的东西 你能做到吗 如果碰到和自己衣服相同颜色的东西 就会被淘汰 坚持到最后的人独得十万美刀 如果所有人都完成挑战 则奖金评分 挑战正式开始 挑战者秉持着爱与和平的态度 决定互相提醒 争取全部一起完成挑战 评分奖金 上一秒还在海诗山盟 没想到下一秒小菊一转眼就叛变了 1.加一笔可以变成什么字呢 他决定要暗中淘汰对手 独得十万美刀 他躲在沙发后面 在水枪里装上蓝色的水 果不其然 小蓝一出门就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紧接着小菊开始发动第二轮进攻 这次他将目标锁定在小子身上 他先是来到厨房 找到了此次的习惯 再趁小子不注意的时候 悄咪咪的将小子的吸管 来了个礼貌换太子 不知情的小子就这样一口咖啡 把自己给和淘汰 接连淘汰两个人 小菊这块鼠石有点飘了 他找来红黄绿三种颜色的胶带 缠绕在门把手上 准备一股做气将剩下的小绿 小黄和小红一窝端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些小动作 已经被红黄绿三个小伙伴看在眼里了 发现小菊的轨迹后 红黄绿三个小伙伴也决定奋起反抗 小黄来到车库找到橘色史莱姆 准备在车库来个手猪带兔 没想到小菊竟然真的来到车库 小黄逮到机会就是一个三分球 好巧不巧竟然被车门挡住了 咱就是说 小黄这准套指定适合吕小布学的吧 小黄一招没得手立马开溜 回来和剩下的小伙伴商量对策 三人开始将屋内所有橘色物品收集在一起 看来是质量不行 准备靠树了取胜吗 三人开始分工合作 小绿负责在前面吸引小菊的注意 小红悄悄的在车边铺上橘色的地毯 该说不说 这招属实是熊猫点外卖 损到家了 这要是一个不注意就能直接送走 得亏小菊急愣躲过了一截 小红眼见PlayA计划失败 他立马上前实行PlayB 结果一个手劲太大把地毯给甩人了 看来这三个臭皮匠怕是斗不过小菊这个诸葛亮啊 这下小菊也被三人激发起了斗志 他决定势必要让这三个臭皮匠尝尝诸葛亮的厉害 最终小菊能否成功团灭三人呢 小菊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彩蛋枪 他将黄色的彩蛋装了进去 一进屋就发现了目标人物小黄 俩人一顿你追我赶 最终小黄在院子里被小菊一彩蛋给淘汰出局了 随后他再次拿出水枪 并加入红色使用色素 就在小菊准备上二楼寻找目标人物的时候 突然楼梯上掉下来一个橘色海洋球 机智小菊一个假动作 就让楼上的大聪明相信了 瞬间两大荒局刺海洋球倾巢而出 躲过海洋球攻击的小菊 立马将自己藏了起来 两个大聪明以为他被淘汰 小红立马下楼准备巡视一番 他悄眯眯的开始在屋里游走着 谁曾想就这样掉进小菊的圈套了 一个不慎就被小菊一水枪给自走了 此时只剩下小绿和小菊的巅峰对决了 此时小菊也在水枪里装满了城的 准备和小菊一举高价 小菊在楼上找了半天也没发现目标 却在楼梯处被守株待兔的小菊逮着 瞪着情急之下小菊发挥三寸不烂之舌 成功说服小菊和他来个天命之战 俩人转动李花 让李花来决定谁成为最后的赢家 结果李花一拉 里面根本没有橘色 就这小菊成了最后的赢家 获得十万美刀大奖 请不吝点赞订阅